前面有個海大樓 出山岸 前面有個水果點 我想買個西瓜 這裏西瓜 2.28元 這個是麒麟瓜 油桃 10元3斤 方石榴 10元4個 這裏是整個的 麒麟瓜 2.28元 光美瓜 3.9元 買個花 老闆有沒有冰冬 西瓜 老闆 這西瓜有冰冬的嗎 西瓜裡面有 冰冬的 明天啊 裡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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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來看一下 進來看一下 冰冬的西瓜在哪裡 在這裏這麼大一塊 好大一個啊 吃不完 可不可以吃一半啊 今晚吃這個套餐 這裏總共呢 23.5元 這個飯呢 它就是3元一份的 就是說 這個菜呢 20元5毫 這個湯呢 就是免費的 好簡單 拿了幾個菜 都是肉露為主啊 糟了 我剛剛吃了這個豬 豬太 我就是不知道是咬到哪塊瓜 搞到我的牙齒裡面有點痛 因為這個豬腳呢 是放了這個 這個 八角的調味料有點濃啊 再加上啦 昨晚也是 在那個老街那邊 吃過那個美食燒烤 烤腸啊 有點小火 呃 剛剛才吃到肉 應該是估計是整個牙齒裡面了 現在就好肚啊 我這碗飯 現在就有些沒吃完 菜就已經吃完了 但是呢 好像這個牙裡面 前面就已經 有些 新的感覺 應該又不知 流了少許血跡了 這裡 這裡 不過現在 感覺到它呢 現在還沒腫太久 不知道天啊 睡醒之後 會沒有鼓去呢 牙齒啊 裡面發現 吃完飯了 現在回去睡覺啊 買了個西瓜 六個半啊 老闆娘呢 就叫個阿姨 給了一條條件我啊 因為 她沒有人幫忙開皮啊 吃不到啊 大家好 晚上好 我是狗哥 今晚都是繼續住這個酒店的 衣服呢 就兩天了 我還不用 考慮了一下 都是今晚 拿衣服去那邊洗的 酒店那裡呢 就有一個 一小時 自助洗衣機 和控光機 一起 但是需要花錢啊 具體多少錢呢 就不知道 之前去香港的時候呢 那個什麼 酒店那裡 也是有這個 自助洗衣機 和控光機 當時就 大概花了六十 廣拜左右的 這次在深圳 就不知道價錢多少 我們一起去看看 衣服呢 就有兩大包啊 和大家說清楚 因為 在深圳這邊 就住了兩晚了 就一起去洗 就省錢的 自助洗衣服 就是前面 前面那台洗衣機啊 看到沒有啊 這個 這個酒廊這裡很大 一陣子的煙味啊 哦 有洋洗的衣服啊 這個 差不多了 哦 這個洗不是控是嗎 洗加控 你可以選擇 哦 咦 這邊它是控的 那你掃一下 就行了 嗯 先來洗衣服 再洗一下 小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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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 開一口 掃一下 60分鐘 快點 快點 再放一口 洗液、除蟹液 先選擇快速自助洗衣服 一小時是14元 優惠了1元 它有洗、控、自助添加洗液和除蟹液 如果快速洗 單洗是8元一次 但需要自己狼衣服 還有一個是12元一次 這是標準洗的 所以需要自己狼衣服 像我們這些過來旅遊 需要這些衣服快點穿 就最好 洗空一看是OK的 一小時就可以了 總體來說 深圳這邊的消費 比香港這邊便宜很多 我之前在香港那邊 洗衣服 要60港幣 深圳這邊才十四元 我同樣都是洗衣服 不過 整體來說 我覺得是 香港那邊好像感覺 光靜很多 因為當時 洗衣服是一個洗的一體機 以及一個控的一體機 分開的 這邊這個 全部混在一起 洗和控一體 就有些區別了 剛才有個小姐姐在那裡 一直守住 她還有三分鐘才洗完 我覺得 沒有必要在那裡守住 浪費時間 如果單單是洗的話 你就可以 那裡有衣架 就可以直接靈在那裡 就比如今晚洗 天天都是會光的 好像這個夏天的時間 都OK 省點錢 可以選擇 百曼雞的 但我想快收點光 天天要穿衣服 洗空一看 還有消化毒 是最安全的 麒麟瓜 深圳這邊的水果 都比較便宜的 兩元以後 百一斤 這麼大一個 六元雞 六個半 搞定這裡沒有冰箱 如果有冰箱的話 我就可以將這個瓜法 冰箱裡面 冰凍一下 口感會更加爽